给大家演示一下水彩表纸的方法 这个方法呢 主要是我们用湿化法去画水彩的时候呢 不容易翘起来 就是纸不容易翘起来 首先把木板的表面刷上水 然后把水彩纸的正反两面刷上水 水刷完之后呢 一定要去保证背面没有气泡 接下来呢 用水胶带 去把四边的封起来 封过之后 用咱们的这个指甲 或者是一些刮刀之类的啊 去把它旁边的啊 空气给它刮出来 这个贴的时候一定要认真一点 仔细一点啊 等我们去把四边的胶带贴完之后呢 再用咱们的这个刷子呢 把它的胶带上面再去刷上水 这样保证它贴的是非常非常紧实的啊 非常结实的 就像是咱们这个手机贴膜一样 保证它里面没有气泡 如果说出现气泡的话呢 就是干过之后这个纸很容易翘起来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好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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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